特调皮 但是这孩子挺正直的 那个做母亲的 有几个放心的 孩子在外头都是个腔的 其实我知道在部队立功呢 是相当就是 相当不容易的 那对一个出火警的 这样的消防员来说 做到什么样的就是 事情才可以立功呢 第一次一等功是2010年 7月16号 在大连新港码头 那次立了个人一等功 因为那次火着也比较大 咱们到场的时候 刚下高速吧 就是火着的就 下了高速就 就跟太阳刚下夕阳那种感觉 通风一片那边 整个半分前通风的一片 2010年7月16日 大连中石油 国际储物线公司 保护区油控宿油管线 爆裂起火 火势冲天 那一看到那种情况 你就是有一个预期 大概这个火 是一个什么程度 咱们到场了以后 第二次爆炸已经爆完了 爆完以后 管道啊也都克裂了 包括地下的井盖 都是都炸飞了 满地都是火 因为咱们到场的时候 当时大连的消防战友告诉咱们 要进入灭火的时候 一定要小心 然后地下有井盖 有一些挖沟 小心别掉在井盖和挖沟里面 因为它这个原油 满地着火 然后它非常热 如果要不算掉进这个井盖里 或者也没挖沟了 就没有 这个线